现在不如说说浴缸的安装 我知道浴缸分为有群和没有群两种 用量方面有纤维 生铁和铁皮缸三种 是啊 所以买浴缸千万不要像丙嫂买的裙子那样 丙嫂的裙子不管是左边开叉还是右边开叉 露出来的腿都是像猪腿一样 但是浴缸就不同了 一定要清清楚楚地知道浴缸的尺寸 右群还是没有群 坐群还是右群才行 要不然就会影响安装和维修了 至于深坑 也就是dropslap的位置得预先协商好 另外还要留出足够的安装位置 用来安装缸底排水管和存水湾 同时也是为了方便以后修理浴缸以及其他配件的 你还挺聪明的的 当浴缸运到施工工地之后 必须要做抽样验收 至于浴缸运到各层楼使用之前 更要一个一个的仔细检查浴缸 看看有没有刮花和损坏 要记住浴缸的底部一定不能有嗅技 大家都知道浴缸缸面的糖瓷很容易刮花和损坏的 所以承介商一定要给予适当的保护 这就好像我们用眼镜和装眼镜一样 目的是不要弄花镜片 浴缸预备好之后就要看一下浴室了 首先是要检查浴缸能不能通过浴室门头 接下来不用问了 承介商要提供足够的水瓶墨线 要想浴缸和抹灰配合得好 浴室内的抹灰就一定要对好弯头 特别是尺寸紧凑的浴缸 如果抹灰弯头不配合的话 会影响浴缸的摆放 另外在安装浴缸的时候 舒服有特别的因素 不然的话一般水龙头的排水阀和浴缸的排水 都会放在同一个方向 浴室是用来洗澡的 所以地台和浴室周边的墙壁 都要做好防水工程 同时要有足够的排水坡度 至于水泥沙浆就更不能够阻碍排水坡度了 而且在安装浴缸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千万不要破坏浴室墙壁和地台的防水层 在摆放浴缸的时候要当心一点 千万不能把它挂滑 缸身一定要是水平的 这样才可以安排连接排水管和垂水弯 浴缸的脚要用水泥沙浆固定好 还要做好接地线连接 这样浴缸才能安全使用 这些浴缸的边 记住要紧贴着墙壁 因为墙壁的瓷砖一定要坐在浴缸面上才行 不然的话水会落到缸底 影响楼下的住户 浴缸安装好之后 呈建商要做好保护工作 除了用厚厚耐用的胶纸包着浴缸之外 还要在浴缸上面盖上夹板 而成建商管工和分包商 在巡视施工工地的时候 应该留意浴缸的保护有没有问题 如果发现浴缸保护层 或者是浴缸夹板损坏的话 要马上修理 避免浴缸被刮花 其实在建筑期间 所有的结局从开始到完工 都要有足够的保护才行 没错 如果大家都做得好 那就太棒了 让我亲你一下 行了 饼说 我心领了 你继续说吧 我还懒得说你呢 至于淋浴缸的安装方法 和浴缸那是一样的 不过要注意维修的方法 比如这个排水存水湾淋浴缸吧 它可以在上面维修 方便日后清理 明天我们下一个 您就买了 请钊队 你真的要从第5个 或者是选择 稍后